你還記得第一次我們在家裡看到蟑螂是什麼情況嗎? 我不記得耶 我記得 什麼情況? 那時候超好笑 因為那時候我們晚上在睡覺 然後呢 那時候我就半夜被吵醒 我被可麗餅的叫聲 他就一直在門口 然後對著那個門封這樣喵喵喵 一直喵這樣 然後呢 你 然後我就不想起來 因為我不知道他在幹嘛 我就也不想要生氣什麼的 我就 就是繼續睡這樣 結果隔天起來 然後我去廁所的時候 我就發現 廁所有蟑螂 而且是被他玩死的蟑螂 所以這個就不 不 shocking 就是已經被他玩死了 你只是看到一個蟑螂的屍體在地上而已 後來我就跑去找你說 你昨天晚上我們聽到可麗餅一直對著門封叫 他說好像有 你說好像有 因為你已經是超不容易被吵醒的人了 但是你也聽到他的叫聲 所以他真的叫很大聲 所以他可能是 我們那時候討論說 可能是他要跟我們分享他的獵物 對對對 他有時候他那個叫聲會不一樣嘛 就是他有時候求關注的叫聲是一種 然後另外一種是說 他好像發現什麼東西 他要找你看的 那是另外一種 嗯 之類就是他叫聲是不一樣 口氣是不一樣 對 你已經可以當他的翻譯員了 我最近跟他很好 我跟我們家的貓可麗餅很好 你要不要講一個多好 他最近就是昨天啦 我就是他 跑到我身上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很臭 有一股惡臭 就是有一個肛門的味道 哈哈哈哈 很惡臭 就是尤其他就是轉背對我 就是他屁股對我的時候 我就聞到 他愛那個對你 屁股對著你 然後尾巴翹高高 然後屁股也翹高高的 對著你 對對對 就是他看到我就很開心 他就在尾巴會往上 往上串 所以 總之我就是聞到他的屁屁味就對了 然後我昨天就是覺得他整個人 整個毛 都太臭了 我就拿那個就是布 濕布去擦他 我就擦了他兩次 結果我擦完一次之後 我就 發現他屁股 還是很臭 所以我就 又再把他拿起來擦一次 然後這次我就一直 拿什麼濕布 那個是可以丟棄的那個布 對 然後再加水 就是猛擦他的屁屁這樣 而且是屁 那個部分 對就是他的私密處 他是一個母貓 就是弄他的 喔你有用到私密處喔 其實我搞不太清楚 他私密處在那 但是那個地方應該是 大便的地方 私密處可能就在附近 喔你不小心 沒有就是我覺得說 就是你昨天不是把他抱起來 然後我就在手 我就用手一直這樣 喔 你現在看 聽 聽Podcast版本來看不到畫面 我現在就做出一個 你可能在就是成人動作品 會看到的動作 然後我就對那個貓做這個 喔難怪他 我覺得他表情怪怪 然後耳朵突然變得 就是豎起來 那種飛機耳 他覺得很舒服嗎 沒有 總之就是 沒有 我是要幫他擦大便 我不知道對他做什麼事情 反正總之就是 這樣就好了 就是他今天 我剛聞他就 就很香 就很香 然後他似乎也沒有記仇的意思 喔對 他很 他其實不會記仇 喔 昨天我第一次擦他的時候 他擦完就是 因為把他全身弄得很濕 他就整個躲到沙發下面去 就很怕的感覺 對 但是他過個半小時 他就忘記 他會主動來找你 對 然後他就 他就再被我抓起來擦 這樣很不錯的 欸我們剛剛原本是要聊什麼 然後蟑螂啊 對啊 喔對 因為他 然後我就想說 天啊 那個貓昨天好像 是怎麼跟他奮鬥的 你知道嗎 就是他在手上 啊我們平常會這樣抱他 然後摸他的那個 肉球 還好啦 他會自己把自己洗乾淨 他會體驗乾淨 嗯所以你說蟑螂要怎麼樣 消滅會比較 對啊就是 因為 等一下抱歉 就是前幾天就是上禮拜 我們出現就是家裡出現另外一隻蟑螂的時候 嗯 就是他是會飛的嘛 對 然後你就 你好像在剪片來幹嘛 你就嚇到啊 然後就叫我 啊老公 蟑螂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看到牆壁上有一個蟑螂 沒錯 然後我就要拿那個什麼殺蟲劑去噴嘛 因為就是通常我看到蟑螂的 因為我也不想去打他 嗯 所以我看到蟑螂的SOP 就是我拿殺蟑螂劑去噴他這樣子 然後我會浪費很多殺蟑螂劑 我就是不惜代價 但是我都會非常生氣 對 因為檸檬卷不喜歡我噴殺蟑螂劑 因為但是 所以檸檬卷就會叫我 用些很阿里布達的方式去殺 所以 他說你看到蟑螂 你不要講 我要自己講 你是要講那個方式哦 你要講哪一個 沒有啊 你就說叫我弄熱水給他 這是其中一個 對啊 我就想說 你用正常的邏輯去想 下有一個會飛的蟑螂 很大 然後他就在牆上 他隨時就在動 你現在去哪裡找 你要去 就算你家有飲水機好了 你拿那個什麼 八十九十度的熱開水 然後你敲 牆壁上面潑 你最好是潑到蟑螂 然後最後一定是怎麼樣 就是你潑到蟑螂 然後你沒有潑到 然後蟑螂就飛起來 然後你就拿著一個很熱的水 然後你就可能自己摔倒 然後熱水燙到自己 就一定是這種結局啊 然後我覺得說 怎麼 看到蟑螂 然後拿熱水去潑他 不是 這個想法真的是 我跟你講 為什麼我不喜歡用殺蟑螂劑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家基本上是密閉的狀態 我們都是以開冷氣這樣通風 我知道啊 然後所以你一噴 那整個就把我們 悶在家裡 我們等於是放毒氣 所以你寧願跟蟑螂在一起 在密閉空間 不是不是 我跟你說 我跟妳說 你要看說他所在的位置 如果他是在地板 或者是你 那種其實 一般人會用拖鞋搭 嗯 可是我不喜歡 因為他就會全身 裡面的肚子 都 裡面的東西都跑出來 對 所以 如果他在你方便 熟 可以碰到的地方 你就用熱水 雖然我們家熱水還要用燒的 不是啊 你要拿去拿熱水對不對 我們還要等那個 你還要起身去拿一個東西 去裝熱水 然後過來照在上面 我跟你講這招我是真的用過 我之前在浴室的時候 還有人說用什麼肥皂泡 先等一下啦 那是是我講的 我還沒解釋完 我不知道你要講什麼 好 就是那時候 反正熱水嘛 就是我之前在木柱家的時候 我的確是也有這樣試過 那時候因為我正在洗澡 然後看到是蟑螂 然後我就直接用熱水潑它 結果呢 他就萎 就是整個 翻過來萎 所以你真的有這個人生當中 有曾經用熱水殺死蟑螂 我今天要分享的都是我自己試過的方式 我自己覺得好用 然後我不停跟人家推薦 你熱水潑他的時候 他沒有逃嗎 反正你的範圍很廣 因為我那時候在浴室 所以我剛好手在拿臉蓬頭 所以潑他他當然會跑一下 但是他沒有飛 我真的是溫水而已 溫水你就稍微再轉燙一點 這個是因為我知道 ok 有聽過 好 然後其實是一些生物老師講 ok ok 熱水好像不是他講我忘記 他講的是肥皂泡 那因為我自己有試過 你要用肥皂泡是怎麼樣 是那種慕斯你知道嗎 你洗手的時候你一擠下去 他就有很多泡泡直接出來的那種 你用這個慕斯直接 就是壓低慕斯在他身上 你越多越好 反正就是把他淹沒 你什麼事都不用做 用肥皂泡把他淹沒 你知道他怎麼樣嗎 他下一秒他就好像也是萎縮 我反正他你不用把他肚子裡面東西打破 他直接就是翻過來 就直接死掉 你直接處理他屍體就好 我覺得這兩種就是你說這兩種方式可能很有效 就是說一旦熱水或肥皂泡碰到蟑螂的時候他真的會死 但是他的困難點在於你要讓熱水跟肥皂泡碰到蟑螂 你說他如果在梳堆 蟑螂不會就是乖乖的在原地 你知道我們來擠個慕斯在你的身上 他不會他會跑啊 而且就是你走過去他早就跑走了 而且他移動速度很快 你根本不可能 所以你要偷偷的 然後 可是我是覺得如果在梳 他在梳堆裡 那就比較麻煩 對啊怎麼可能啊 或者是 我看到我媽都是用那個拖鞋打 然後我以前我奶奶怎麼樣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跟我妹都還很小 然後我跟我妹看到髒螂就叫奶奶過來 結果奶奶她就說髒到哪裡 然後他下一秒他就用他的赤腳去踩他 果然薑還是老的辣 我跟我妹整個都傻眼 對然後反正就給大家參考 如果你覺得他所在位置是你方便用這兩個方式去做 然後小心不要傷到自己 就是不要燙到或是什麼的 我覺得殺蟲劑還是最方便 可是就 殺蟲劑說你離他沒有很遠 就是殺蟲劑的攻擊距離可以稍微長一點點 像假如說你要低洗手煮或是低慕斯 你必須那個洗手煮的品 要在蟑螂的正上放 那如果蟑螂在牆壁上 你要怎麼樣低慕斯 你根本不可能啊 你也不可能 你根本不可能拿熱水往牆上潑啊 那我跟你說 你旁邊都是像我們家旁邊都是器材 你怎麼可能拿熱水往牆上潑 你知道我以前在木柵家的時候 我真的就是 我即使看到他在櫃子上喔 我也是拿那個肥皂泡出來 那個慕斯過來要這樣 對準然後咿咿這樣子 然後我媽看都會罵我 對啊 但是 最好笑的是有一次好像那個蟑螂 他是在牆壁就是下面 地上附近的地板 然後在牆壁這樣游移 然後我也是就是立刻拿出我的慕斯這樣噴 結果呢因為他跑很快 然後我就這樣噴噴噴 然後一路上都是我的慕斯 結果還沒穿到他就被我媽媽 我就說嘛就是你這種方法一定 就不用想就知道會變成這樣 但是如果你真的成功 你會覺得哇這個方法你用上映 你這輩子成功幾次 很多次 你成功把慕斯 從蟑螂正上方滴到他身上成功過幾次 很多次 真的 對 有超過三次嗎 有 哇 可能我太常遇到 而且我覺得成功率還蠻高的啊 我覺得我搬來這邊其實很少很少看到蟑螂 就這兩次 對好像就是在家裡這兩次 嗯 外面跑進來 我們前幾天不是還看到那個RyuTV 他們Ryu跟Yuma他們在抓蟑螂 然後就是Yuma是不想要殺那個蟑螂 所以想要去把他抓起來 然後又拿一個籃子又拿塑膠袋 然後最後又跑出來 然後把他放要放到外面去 嗯 我覺得這個真的太善良了 我沒有辦法做到 因為你看他又在跑進來裡面 又在大非洲章 然後在那邊緊張 對啊 而且蟑螂也沒有就是這樣 怎麼講 對我也沒有同理心嘛 而且Ryu一個大男生他也超怕 超怕蟑螂的 應該沒有人喜歡蟑螂吧 而且就是覺得蟑螂很噁心吧 可是好像有女生真的不怕 我記得我以前有一個朋友 國小的時候 他是敢直接抓蟑螂觸續 然後這樣在我面前回 他說他不怕 我真的不行 女生 我真的不行 對 好啦 所以這個 如果你也用過檸檬卷的方法的話 歡迎留言在下面 希望有共鳴 我懷疑有多少人有 希望有的人一定要留言 我是真的有聽過 肥皂水可以讓蟑螂死 這個我確定 不只我講的就對了 那這是確定知道的 可是我是覺得 他在實際生活上並不好用 我超愛用 除非你是有那種 嗯 那個什麼 就是清潔劑那種 直接是噴霧器的 可以射很遠 對準 對對 但是我好像 我們在澳洲的時候好像也試過 哦 對 澳洲的時候 就是也是一個 澳洲的小牆 小牆 超大的 超大的 然後我就拿一個 類似好像什麼 洗廁所 還是洗 洗車的東西去噴 然後 你有沒有噴到人家的牆壁 有的話我也不要講 房東也沒在聽 但是好像也沒有很快就噴死 沒有沒有很快的死 難怪你的體驗不佳 對啊 也許澳洲的 比較頑強 嗯 我記得我那時候也是 對他狂噴 然後一定有噴到他 就是噴到很多泡沫在他上面 可是他也是繼續 可是你那是洗劫 繼續走 哦 應該是一樣的東西 就是 好像刷廁所的東西吧 我忘記那時候 我拿什麼東西噴 就是 從那種洗手朝下面 找那種 好像是聽說 他們是不是用表面 來呼吸之類的 之類的 對 就是好像肚子那邊 嗯 所以他 你如果把他的表面 都用那些油 就是覆蓋住 他就沒辦法呼吸 好好 跟蟑螂熟人 跟我們講好了